哈囉各位LINE TODAY 獨家私訊的朋友大家好 我是林柏宏 我是賈靜雯 我是曾婉萍 你剛剛只說一個問題 有點賴皮 你怎麼問的問題都會做夢 這是不是一種情趣勒索 茶客人在角色配上你們 誰是女人自棄 你們 我知道是因為小茶 迷人的笑容 爛而不軟 爛而不軟 這種我們不知道啊 這有點像 不過一回家就是先脫光很多衣服 我的英文名字叫Alisa 然後大家就叫我阿薩利 真的真的 如果要去場跟一個人 一台外的小鞋 電商女王啊 她手上應該有很多現金可以借 沒有 那我也想同一個給你借 那還用想嗎 當然是靜雯姐 她軟 那如果她不還我錢怎麼辦 劇中的話是她吧 哈哈哈哈 不見色望 現色望有 哇 就是要說 我們已經接了 對 就是這個媽 誰最有男人會的愛情 還有愛情 你叫的話會不會就是 劉雯姐說她是愛情至上的人 對 誰愛起來對象是為 下人好小孩的愛 他們兩個都有機會 我現在連走在路上 還有小朋友會說 欸 鬼打打 人說有人不知道 痛口氣 所以她們就會一直覺得我是壞的 所以她們就會一直覺得我是壞的 對 那就是妳的 妳想要成親的意思 對 就是盡量不要靠近我 就是盡量不要靠近我 媽啊 對啊 都丟菜 再那麼容易 你不要撥壞我的幸福 你拿菜刀丟我耶 哈囉 誰會最多性感睡衣 我只能指我自己 但其實我私下真的不是走性感睡衣 但是妳跟婆婆一樣都不穿 但戲裡面真的是我啦 如果要幫她長輩到另外一半個化 妳會念照電池的決定對她們來說 那還要選擇嗎 那還要選擇嗎 因為她未婚啊 未婚的電商女王 近文姐妳一點跟婉婷 選的話媽媽女友跟妹妹會怎麼辦 好好回答 我會選婉婷 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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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媽媽 好了 電商女王當媽媽 哇 這個兒子很幸福 對不對 近文姐 當妹妹 B姐當女 對 你怎麼知道 她還可以唱歌跳 一整天笑嘻嘻的 可愛可愛 相處起來就會很開心 這一段就是幫我剪的 送給那個比利姐 她會開心的 我就 愛妳蛋很醜 或是不愛妳蛋很有錢 愛我蛋很醜 我可以養她 妳會想要誘惑哪一位網友 超強制自己的蛋餅 照片都是貓狗 然後另外一個是多盞 娛樂器照 但沒有附近店 一定是貓狗的啊 因為我喜歡小動物 那是妳的菜 其實因為我歷屆教的 也都會有點歪 所以 所以我沒有顏值上面的困擾 這好難選喔 這好難選喔 劈腿跟控制狂 妳要選一個啦 可是我只能選劈腿 無法被控制 因為她劈我也去劈 下輩子會選劇中的誰當媽媽 失控的鼻鼻鼻跟 劈腿含怒的壓力 失控的鼻鼻姐吧 失控的鼻鼻姐吧 不是 這是 妳知道 什麼啦 我們不知道 讓她服服貼貼 將助理也有家的兒子 或是有愛情恐懼症的女兒 妳們真的很折磨人耶 那我還是選兒子好了 因為我很喜歡小孩 其實她如果生了一個 我可以回來幫她帶 沒有愛情的女兒很可憐 那我跟妳說 妳剛才只說一個問題 妳這樣問了三個 有點賴皮 閨蜜沒有男友 妳有重朋友啊 哇 這好難喔 我無法清楚 我就知道 以示的人事物復活 希望自己是多一塊 或是希望你有更多時間 當然是擁有更多時間啊 當時你健康 但被衣服開錯刀 或是沒有 抖 你如果有生病 但被常骨抖 那當然是第一個啊 我寧願健康被開錯一刀 但我還是健康的啊 妳們問的問題都會作惡夢耶 這是不是一種情緒呢 這是很可惡 我是一個生物老師 然後呢 在裡面就是一個愛情觀 非常開放 也常常開導我的閨蜜 好閨蜜如蓉 我在媽別鬧裡面 飾演陳如蓉 她是一個寫言情小說的作家 對愛情充滿了幻想跟憧憬 只有在筆下才會發生 但她自己的生活世界 是邋遢一團混亂 沒有勇氣踏出去 所以她有一個非常讓她崩潰 極瘋狂的媽媽 我在媽別鬧裡面飾演的角色 叫做小茶 小茶是一個爛而不軟 然後非常愛偷吃 偷吃完還不擦嘴的渣男 但是小茶 她到底為什麼會是一個 在愛情上面有瑕疵的人呢 就是隨著這個劇發展到結局 大家會看到 媽別鬧到底有多鬧呢 其實在7月15號 Netflix全球 大家都可以看見我們很鬧 很鬧 沒有時間 你長大了 我年輕好嗎 你結婚了我 真的嗎 早安 小茶要孤單到老 我怎麼過啊 單身又怎麼樣 單身很好啊 人老了 看上去都很寂寞 你看小米多慘啊 被小三搶來還忘不了 但我就是想嫁 爸 他就講完了 在一個月內呢 看誰先找到結婚對象 沒找到的呢 去爸的墳錢櫃 好 好 I'm obsessed 我就是要結婚 雖然她很爛 兩位姐早安 但是她一點都不軟 嗯 嗯 在等待那個對的人出現 你可不可以有一份 不要那麼性感那麼光重啊 抱歉 女人的婚姻就是事業 就想到我了 離婚就當作之前 婚兒就動天 老公掛了就當公司倒閉 你根本就是眼紅 陳如柔 你不要破壞我的幸福 你拿菜刀丟我耶 我是你女兒 爸如果在的話 才不會像你這樣逼我們家 人生就像一壺美酒 越成越像你急什麼 你媽都會想你爸 會吧 只是她現在在追求眼前的幸福 爸 我喜歡看你坦白的眼眸 一片蔚藍青空 爸 我真的很想你 他們怎麼有辦法確定 對方就是那個對的人 什麼是你們生命中最大的遺憾 在有限的生命裡 別讓遺憾繼續 我要結婚了 結婚 爸你別鬧 祝我們快樂 祝我們快樂